那现在是我们的陈千五文学秘语展区接牌 请接牌 陈千五老师出生于南投县民间乡 起著作获奖武术 于101年4月30日辞世 对于台湾文学国际交流卓有贡献 县佛文化局为了缅怀在地文学作家陈千五 于101年在图书馆市楼成立陈千五文库 10年来有众多国内外作家及社会大众亲临参观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年适逢陈千五百岁民旦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也车班规划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包括陈千五文学诗画创作比赛 讲座 导览员培训及文学小旅行 希望借由文学小旅行的方式 让来访的游客可以更加深入了解 陈千五对文学的贡献 这次陈千五的百年名单的一个纪念 这个文学旅行 其实已经筹备了两年 从去年开始我们请吴立英校长 帮我们来从开始 曾千五老师的文学地图 然后地景的确认 然后包括雇居 他还有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 还有小时候的一个过程 还有他的学校文刚国校 那整整的过程当中他都完全的投入 那今天倒好确诊 怎么这么不巧 不过还好就是有那个余环老师 他的长公子就是来带来带来这么一首这么棒的一个热带天使 就是那个运用陈千五老师的烈女犯的小说 那其实听起来就是 陈千五老师他虽然就是在101年的时候过世 他是90岁过世 他据现在已经十年了 刚好是百岁明诞 他有拿了两届的一个国家的文艺奖章 他也到总统的包扬礼 他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文化中心的主任 他自己能够在台中市政府任职之后 向有风雨公司去募款 去建了一个文艺馆 就是台湾最早的一个算是文化中心的一个雏形 然后去带动这个文化建设 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 这次活动当中 一顾老师陈千五公子陈明寅表示 特别感谢县府文化局的用心及重视 花费两年多筹划这一系列的活动 让陈千五老师对于文学的贡献以及精神 能够被大众所看见 其实呢 这个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开这个记者会 文化局呢 发动了很多的人员 人力 包括林科长 然后姓德 还有副局 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努力 在这里来筹划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那个吴校长吴立英 很可惜今天真的不能来 很可惜 他真的是花了好多的心血 跟努力 然后去沟通 然后去沟通 幸好呢 我们的理事长 还有黄平兄呢 也不能够鼎力相助了 才有今天这个成果发表会的 先议员陈翰立表示 陈千五老师是南投县前辈作家 一身致力文学创作与推广 对于台湾文学国际交流 卓有贡献 感谢仙府文化局的用心 将陈老师的出身 故居等规划成为一个小旅行 让民众借由旅行的方式 深入认识这位文学大师 刚刚我们副局长 讲得非常的详细 尤其是我在路上 一路脑补过来 我们公协 我们民间乡呢 出了这样子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算是早期在那个时代 在日本时代就有 不一样的思考逻辑 一直到我们戒严的时代 也都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 刚刚我在看到就是说 台湾第一个文化中心 是由他来设立的 那我觉得说 我们这个 当然说我们安家庭 这样子 孕育出这样子的 那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加私人 我觉得是我们 我讲坦白的 这是民间人的荣耀 民间人的荣耀 那今天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民间乡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之外 我希望说 未来 可以的话 是不是 在我们这边 再多一些 他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让人知道说 来到民间乡 就有一个这样子 那么一个伟大的人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 大家来到这边 让这些 让 这么多的人 尤其是刚刚我听那个 那个 刚刚那个老师唱那首歌 真的是非常触动人心 那尤其是受到这个 陈千五老师的这个 活着回来这本书 那我想说 赶快来买 来看看 这次活动 与剧作家林梦桓 改编至陈千五经典小说集 《活着回来》的音乐剧 《热带天使》 解开序幕 由县府文化局策划 已两年期的计划 并向文化部申请经费补助 感谢陈千五老师 一生奉献文学的精神 以及过去对于故乡 推展蓝头文学活动的协助 从他在1922年出生 在这个工学这个地方出生的时候 然后呢 他是受日本教育 他是在大政十一年 然后他也在44岁的时候 他进入到台中一中 那不过呢 那个时候刚好 发展防民化运动 他因为反对防民化 结果他的考基 他的超新成绩就被打了叮痕 被打了叮痕 他就不能够继续升血 所以是非常苦闷的 但是呢 说到苦闷跟压迫的时代 让他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也变成了一个文学家 就是去激发了他的创作 然后他有很多的一些 日文的一些诗作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 虽然说看他前面 后面这样子的荣耀 其实他前面呢 很多的一个受押口 都是他的养分 然后他用他的文笔 非常优美的文笔 其实他学 他本身是 是受日本教育 但是他的国语啊 还有就是中文的教育 全部都是自学 所以也是一个中生学习者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去运用就是老师的诗作里面的命令 还有呢 他在当兵的时候呢 然后他的妈妈在寿天宫给他 求了一个保身命符 然后呢 他带着到印度的这个南洋去打仗 然后就是 首先还能够活着回来 所以这一连串 他是一个 在战争当中 曾经就是 在经历 江林代理的后 存活下来的一个 一个人 所以其实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 战争的一个文学家 那 这样一路走来 所以 我们对他的这个精神 就是 是觉得特别感佩 县议员萊燕雪 相当感谢县府文化局的用心 特别重视文学校律星 于本县境内规划许多的景点 这次特别也于 民间乡规划这次的 陈千武文学小旅行 让后代子孙学童等 了解在地文化生成的意义 尤其 透过文化局的导览 让文学融入在地生活 并了解到文学创作的辛苦 对于这位文学大师 陈千武的历史渊源 也能够深入认识 我们知道文化局 相当重视我们的小旅行 在我们南投县境内 也规划了很多的景点 尤其今天来到 我们民间乡工学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位陈千武大师 是我们文学大师 透过我们的小旅行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让我们的学童 更具了解在地文化的 一个生成意义 尤其在我们的民间乡 是一个茶厢 同时也是文学大师的 一个故居 能够透过我们的文化局的 一个导览 让我们的文学 可以融入我们在地生活 让我们了解文学创作的一个辛苦 同时也能够鼓励我们的孩童 在我们的一个农村社会里面 只要大家肯努力 我们都可以像我们的文学大师一样 有不凡的一个成就 所以来自农村的一个子弟 能够透过这一场的一个文学小旅行 见证到地方的一个产业 地方的一个文化 地方的一个深度 包括人情风景地景风貌 都能够呈现出来 这也是文化局相当重视的文学小旅行的 一个内容之一 我想文化局办的这一场活动呢 也能够让小朋友透过交流 认识我们的文学深度跟广度 也能够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学大师 陈谦武的故居 包括他的一个点点滴滴 这个都是历史传承文物的一个典故 我想一个进步的一个城市 透过历史文物的推广跟文物的保存 能够更具意义 也是我们进步的一个动力 所以宴学相当的支持 不管是在文化力也好 在产业力也好 在我们的一个故乡 我们都值得一推 陈谦武老师是南投县前辈作家 一生跨越日志和民国两个时代 创作文类包括现代诗 小说 随笔 儿童文学和评论 翻译等获奖武术 享誉国内外的文学界 在世时将多年来所收藏的书刊 著作文物 叙述捐赠给予南投县文化局 文学资料管典长 今天真的非常有幸 能够运用老师他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生命历程 能够重现他的一个 故居的一个生活样态 那也期待在工学这个地方 透过这个 陈谦文老师的一些相关的重要景点的文学旅行 搭配了这个小朋友的画作 他们画得非常的生动 有画 有景 然后还有诗 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我们也办理了很多的讲座 也谢谢就是嘉门老师 在这个等式教育学这边 对陈谦文老师的诗作 然后也有很多的协助 还有整个就是教师这边的培训 那也很希望说能够在工学这个地方 能够让工学的这个基础教育 能够知道在地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学委员 那也很期待就是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带动我们南投的文学旅行 那也期待这次的活动能够非常顺利地成功 而这次县佛文化局 再成千五百岁名单活动 包括文学小旅行地图的绘制 文学地景标示及说明牌的建制 诗画创作比赛 讲座 导览员培训等等 目的都是为了带领大众走访 工学小山村的文学地景 并鼓励年轻一代的学智 以成千五的儿童诗 现代诗作品进行绘画创作 以亲近作品的方式 认识南投一代文学大师等家乡及文学 缅怀他必胜对于文学创作 文化推广奉献社会及乡土的精神 我阿嬷是南投人 南投人他是世家 我阿嬷他的阿公 就是叫做吴 吴连飞 吴连飞 吴连飞啦 他现在在文化局有一个贡猿匾 那是吴连飞的贡猿匾 吴连飞 那是悬崩巴美的时候 吴连飞不证使 扳得给他一个贡猿 这个呢 他儿童姓文 我阿嬷的阿姨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说吴连飞 吴连飞是在汉市里 他现在在乡市里 他说他的乡市里有一个七十年的回忆路 也是放在文化局 这些东西都在丹导官 我阿嬷 我阿嬷 小了一年时 就是 受到汉学的教育 所以 对 乡文 对律师故事 非常轻隆了解 他现在对三十年 差不多每天都在念 我去我小了一年时 每天不是说故事 就是念三十年 不然就唱四歌 你想说我爸爸 天明八度的时候 他每天就唱这些歌声 像这些习经 大概大汗的时候 生出来一样 强保之中 还是一样 接受这种 民民的教化就对了 所以 他离开南岛十三回 离开南岛十五回 离开南岛十五回 这次文学小旅行当中 规划参观 石化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 并至城市济世公厅 及陈千五故居巡礼 艺末尔 艺末尔